蔡卖会正式落幕 但是中共的回击还没结束 今天闪电公布制裁名单 二度将台湾驻美大使 萧美勤列为台独顽固分子 国内多名学者提出反战声明 主张台湾除了不该挑衅中国 也不应该向美国军购 近乎投降的消极论述引发激战 IP根本太天真 国民党2024郭侯之争越演越烈 郭台铭的全民征兆策略 对上侯友宜的类参选表态 谁能出现备受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宜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新闻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新闻一开始带您看到 国际关注的蔡卖会正式落幕 不过中共的回击跟报复 似乎还没有结束 因为今天一早中国国台办 就突然宣布要对台独顽固分子 也就是我国驻美代表 萧美琴实施制裁 同时登上制裁名单的 还包括另外两个机构 而根据中方的声明 萧美琴本人以及他的家属 将被严格禁止 进入中港澳地区 消息一出 萧美琴本人也随即在推特上面 发文表示 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 被中国点名制裁了 前一次上榜 正是在去年8月 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不过中国这一波制裁令 还不仅如此 今天稍早 中国外交部也加码宣布 将对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 以及蔡卖会举办的地点 雷根图书馆 以及这两个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来进行同步的制裁 而对于中共这些小动作 我国的陆委会今天就回应 中共根本是故技重施 用拙劣的手法 试图制造寒蝉效应 但是这些荒谬的做法 只会让台湾对中国越来越反感 民进党立委林锦认为 如果按照中共的标准 那这份名单可能抵制不完了 因为封杀了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则拴说 能被点名制裁表示 对台湾的外交贡献很大 并且反问中国 是不是也要把参加蔡卖会的美国议员 一起纳入制裁范围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也说 被中国指名制裁好像变成了一种荣誉认证 还说不能够去中国到底是算哪门子的制裁 再来看到除了绿营的立委集体发声 时事评论人王时期也形容 中共的制裁是几点换赠品的概念吗 时代力量发言人瑜伽茜则说 中国这一连串动作 不只反映了对民主国家团结合作的不安 更是有失国格让国际看笑话 最后看到两岸网友对于事件也有不同的看法 台湾网友就反向思考 表示说能被中国制裁不只是一种荣誉 也代表一定是做对了事情 也有人算中国的行为根本就像小学生 甚至形容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立法 但是反观中国网友则是群起护航 不少中国网友纷纷在新闻页面洗版留言 强调只有一个中国 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些台独分子依法通气 但是也有中国网友认为 政府这样嘴上说说的谴责根本没有用 应该取消所有的会台政策 才能做到真正的经济制裁 中共近年对台文攻武嚇的言论不断 除了像刚刚提到的抵制施压 在军制上面的威吓动作也是不少 现在国内就有多名学者 集体发表了反战声明 主张不要军购也不要挑衅中共 就不会爆发战争 不过这样鸵鸟心态的论述 也引来激烈的批评 另外一派的观点就认为 这样的反战言论 根本就是与社会严重脱节 到底这两派论述在吵些什么 带您看记者旭朱新的采访报导 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傅大为 等四位学者日前公开发表声明 反战论倡议中美等剧 引起不同立场 学者应该反侵略而非反战质疑 傅大为近日在投书媒体 针对台海冲突三阶段 进行反战始作推演 一步挑衅中国原则 不向美国购买大量军火 而一旦中共入侵并屠杀人民 这时反战者就该站出来保家卫民 投书一出也立刻引发学界热议 第一个阶段 他说要跟对岸做一个交流跟对谈 来化解中国的威胁 那这个是很天真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台湾 不想跟中国做一个交流对谈 而是中国他要求我们台湾 必须要先接受他的前提条件 不管说是他所谓的九二共识 或者说一个中国原则 今天对于北京而言 他不会说因为你去跟中国 进行一个对话或交流 然后他就因此就不会继续威胁你 就因此完全放弃 对你的一个可能发动的战争的作为 甚至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对话 可能反而被北京来操作 变成是一个要去弱化 我们台湾抵抗意志的一种手段 那第二阶段的问题 建议我们台湾就应该停战 这个想法就是投降 然后希望说只有这样的一个 台湾去要求停战 来避免被乌克兰化 这其实就是过去二战时期 汪精卫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在薰扬一种 卫战的心态 这不是真正在反战 这其实反而只是在 又引敌人来打你 又引敌人来发动战争 第三个阶段 你哪个武器你都拿不到 你的保驾卫名是什么 你已经变成他的奴隶了 你已经被奴隶化了 你已经被解除武装 这是很荒谬的一个 可笑天真的想法 你这样的做法 其实只是在姑息养间 而姑息养间的结果 它只是带来一个更大的战争 这样的反战言论 引起学界不少反弹 文章除了直字未提 中共对新疆 西藏以及香港人民的迫害 忽视现代军事专业化的程度 以及最重要的根本原因 是中国从不放弃 以武力征服台湾 而若是此反战论述 成为台湾民众的主流意识 也将对国际情势造成巨大影响 全世界最不希望看到 美国来救我们台湾 美国来军事介入我们台湾 美国来帮我们台湾的 就是习近平 就是中国 对于我们台湾对于世界而言 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永久的和平 而不是一个短暂时间的 没有战争的状态 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 当今天美国看到我们台湾 这样的一个反美的情绪高涨的时候 美国他当然也是可以选择 不来救我们台湾 美国他当然也会想 我为什么要发这么多美国军人的生命 来去救你 那你真的把美国给排开了 那他之后的结果呢 全世界还有谁会愿意来救我们台湾 环顾全世界 美国如果不先出动来救我们台湾的话 全世界不会有其他的国家会来救我们台湾 包括日本 欧洲 加拿大 澳洲 这些国家都一样 我们如果真的采取所谓的一个 等据的一个作为 我只是变成是一个 两大之间难为小的状况 你会变成是一个 两大都不信任你台湾的一个结果 美国等于说因此而疏离我们台湾 没有再说想要把我们台湾 纳入它在整个东亚的防线之中 而这样的结果 就像195年年的韩战 反而死了当时的苏联跟北韩 因此觉得它可以去攻打南韩 而不会说因为这个样子 而就让中国觉得 你台湾你愿意采取一个 比较中立等级的态度 然后他就不会来打我们台湾的 这个想法太天真的 而面对中共时刻禁闭的威胁 反侵略的主流论述 也成为反制的关键 学者也认为台湾享有的民主自由 就像空气一样一旦失去将不再拥有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积极争取各个民主国家的支持 才能免于陷入孤立 记者许五星采访报道 好接着继续带您看到国内政坛焦点 各界都相当关注 2024蓝营将派出谁来角逐总统大位 而日前宣布将争取国民党提名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现在再度投下一颗震撼弹 他透过脸书喊出要发起全民征兆 而对照郭台铭积极寻求突围 新北市长侯友宜虽然仍然没有正面的表态 但是外界认为他近期的言论 已经提升到人民国家跟政策等层面 其实颇有类参选的意味 而今天被问到郭台铭喊出了全民征兆 侯友宜也回应一切回归党内的机制 他相信党中央会睿智的来面对挑战解决目前的问题 不过面对国民党2024人选悬而未定 外界也开始揣测各种剧本 包括有人说目前的情况显示朱立伦刻意连郭抗侯 甚至有意跟郭董搭档来参选正副总统 而另外一种版本则是传出立委傅昆奇 不满侯友宜之前拿选册会的黑金议题开刀 因此倾向拉锅打猴 再来看到中广董事长赵绍康也对党中央开炮了 他直言国民党的征照标准不清不楚 批评朱立伦拖拖拉拉装神弄鬼 而前立委林玉芳则是翻旧帐 对郭台铭宣布参选的动作表达不满 因为他四年前已经害很多人跟着落选了 这一次再度上演同样的戏码 也让党内的反锅杂音不断的提高 而针对目前的情势 媒体人黄创夏就分析 郭台铭可以说是身段灵活 反观大家以为会顺理成章 被拱出来选的侯友宜 如今是陷入了难堪的局面 李燕秋则直言 如果年轻气盛的郭台铭 这一次重新披上蓝袍 那以后岂不是没选举一次 党政就多一张吗 郭董这样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在诚信问题上面 恐怕对蓝营上下很难交代 接着带您关心 美国国会外委会访问团抵达台湾 一行人公开进入了 立院议场进行参访 这也创下台美断交 44年来的首例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 麦考尔就强调 台美间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希望可以尽快推动 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此外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也进一步的高调提出 六项护台保证 在国际关注的蔡麦会之后 究竟引发了哪些后续效应 把时间交给记者吕月琪 总统蔡英文结束出访行程 就在回国前接受媒体访问 提到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祭祖 说我们的国家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台湾地区 一个是大陆地区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 都是中国 这样的说法 蔡总统怎么看 这个论述应该是在1907年代所的论述 所以这个讲法是有 跟现在的环境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们以现在的情境来看 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这个两岸互不隶属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那我们在处理两岸的关系的最高的目标 就是第一个要确保台湾人民 自由民主的生活关系 也要确保台湾人民的人权 总统强调 首要目标是维护台海和平 有学者认为 蔡麦会中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高调陈述六项保证 过去很少美国政治人物这样说 也就是表明美国不承认 中共对台湾的主权 承认台湾应该持续发声 这一趟过境美国之旅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美国智库学者表示 这显示自由台湾的生存 对民主世界至关重要 而中共的打压手段 已经让其道德破产 呼吁世界 如果想在中国霸权的时代生存 就必须支持台湾 蔡英文出访 期间中共不断放话威胁 还动员走路攻如影随形 出动小飞机拉布条抗议 不过这回中共对台 并会升高武力恫吓 有中国学者就指出 这不是为了释出善意 而是学道教训 因为去年八月 佩洛西访台 中共启动围台军演 连中国人民也觉得 劳民伤财又损害国际形象 反倒弄得自己很没面子 造成反效果 记者李月琪整理报道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欧盟 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联合访问中国 昨天是举行了三边会谈 冯德莱恩强硬的表示 要维持台海稳定与和平 这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重申不能接受 以武力改变区域现状 而对于欧洲国家的警告 习近平也强硬的回应 不要指望中国会妥协退让 双方在台海议题正面交锋的 详细情况 把时间交给记者李月琪 就在猜卖会登场 同一天中国也展开三边会谈 谈判桌上有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 谈话间触及台海议题 冯德莱恩强调台海安全重要性 却被习近平不客气回击 说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 都是痴心妄想 而马克宏 冯德莱恩前后访问中国 专家指出两人就像好警察坏警察 马克宏打经济牌 率领商界代表团访中 也积极喊话期待中国说服俄罗斯停战 不过冯德莱恩显得强硬许多 大力展现欧盟对美国北约的支持 还提到欧洲贸易关系极度不平衡 不同态度就像双打组合 但外媒报导中也警告 认为欧洲必须要划定红线 让中国清楚知道后果 不应该有模糊空间 事实上两位欧洲首脑的中国型 也被外媒点出待遇大不同 马克宏形成满党 有豪华国宴招待 更被中方大力宣扬中法关系 而冯德莱恩只有基本行程 简单举行记者会 还被中共官媒形容是美国傀儡 中国代客知道梁样琴 对于这趟房中成效 是否能改善中欧关系 欧洲媒体普遍不看好 有荷兰媒体就指出 北京当局只是想分化欧洲 把欧洲的任何建言 当作是无理批评 谢谢李月琪 整理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 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 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